看看新闻网 最近官司缠身的余政好不容易公开露面 记者们当然不能放过 只是要余政露面容易 开口难 不管你问什么 我就是坚持闭口不谈 干脆一走了之 不光在活动现场大玩快闪 就连活动正在进行的时候 余政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一会儿玩手机 一会儿沉思 余政俨然就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活动进行到最后一个环节 他还提前离场 不过还是被媒体从后门给拦住了 也终于撬开了他的嘴 因为我是个编剧 我是个制作人 我把我的戏做好就行了 其他不是我该关心的事 都成被告了 还说跟自己没关系 看的倒是够开的呀 我觉得我不想去了解任何情况 因为我的生活很美好 为什么要为这些负能量的东西 去让影响我的生活 但是这件事可把琼瑶阿姨给挤坏了 27号上午 琼瑶起诉工作连城编剧余政 即制作公司 侵犯梅花烙著作权案 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而萧嫣四起的当天 余政却忙着在微博发公武的剧本 还附上无嘴笑的表情 不少人猜测是余政在表达自己 并未受到侵权案的影响 不过余政竟然亦可否认 没有没有没有 什么我哪有有这样一篇微博有吗 我不记得有这么一篇微博 娱乐新天地 事挺复杂 还是等待法律裁决吧 编辑报道 所以说有失忆症的人呢 是比较容易干出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可是就是容易忘记 可以让自己活得比较快乐 也是也是